各位观众朋友们 就是说2020年6月20号星期六 感谢你收看前进周报的节目 那今天是周末假日 我先祝福投资朋友 周末愉快 节目一开始 一样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周末重大的一些新闻 那这个新闻呢 其实利多跟利空都有 接下来是美国的一个选举 那目前民主党跟共和党 各有推出自己的一个基础建设的法案 民主党是推出了一个1.5兆元 那共和党是推出了2兆元的一个基础建设法案 那这个法案呢 预计会在7月初 有机会做一个通过 这个是政策面做多的部分 那消费面呢 其实在这个美国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有再度的一个升温的情形 那苹果在周五有宣布说 要关闭美国的11家人门市 所以美国股市在周五 除了齐全结算之外呢 那这个消息面 也让美国股市呢 是由红翻黑的 所以目前的消息面呢 其实是蛮复杂的 包括国内的筹码面 跟技术面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直接给投资朋友一个结论 这个行情接下来预期 就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行情 那区间震荡的行情呢 结论我会跟投资朋友 维持在上周提到的 有来支撑的地方 建议是偏多做一个操作 那原因是跟大家报告说 资金面的部分 这个是台币汇率的走势 台币汇率的走势呢 在6月份 那是向下的一个 往下四走升值 那过去我们跟大家讲 在这里有形成破理翻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其实比较倾向说 台北股市最好先经过一波的修正 对于后面的行情会比较好 那因为向下做升值的话呢 现在是6月份也即将要到季底了 所以我们跟投资朋友先预告 第二季的一个气爆 电子内股很多会有汇损的一个问题 所以资金进来台湾有利也有弊 7月中旬市场上就会开始去注意到 气爆汇损的问题 好处是说资金面比较多 那包括政策面 这个美国的一个总统的选举 一定会端出了很多的牛肉 所以在11月份的一个投票之前 投资朋友 我认为这个行情就是区间偏多 那个股的操作的部分 我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找一些低基级的 产业成长的公司 那技术面呢 有低档 形成破理翻的 这个胜率呢会比较高 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 也跟投资朋友 分享一些不一样的观念 那我们用6414化汉这档股票 跟大家做个举例的说明 大家知道说化汉这两天呢 非常的强势 周四跟周五都拉上了涨停板 那你是我的忠实本师 这档股票 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开始跟投资朋友讲 我们相对看好人工物联网的化汉 那当时在会门的操作呢 其实我们都有跟大家讲过 大概220几240几都有做操作 那操作之后呢 出场的部分 我们也跟投资朋友分享过 261这附近 在这个去年的11月27号 跟大家讲过 这边做出场 那后续呢 也有去做一些接回的操作 在今年的1月份 也有跟投资朋友去做个验证 所以化汉 它是我们熟悉的股票 也是长期操作的股票 我们对于会员的服务 就是各股部分 我们会去做一个追踪 那带领会员呢 我们就是一个纪律性的操作 那为什么要跟投资朋友讲这些呢 其实呢 在化汉今年3月份 全球股灾的时候 化汉也有向下去走一个下跌嘛 那当然在从去年 包括在今年1月份 有看我节目的一些观众朋友 其实有来来上面询问说 我们节目怎么有一段时间 没有讲化汉了 那我要跟投资朋友讲到 看节目 其实长期以来 我都跟大家讲 你不要跟单 你不要跟单 因为我们针对会员会有一些服务 那会员朋友如果还有持股的话 基本上我节目上呢 不太会去讲 那筹码也可能会乱的更快 追踪的部分 我对于会员 我们的会影音 或者是我们会员专区系 都有做追踪的 这个是4月17号 会员朋友提到说 他的化汉 没有做出场 因为这个地方 往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有去执行 纪律性的停损 我想我的节目都有讲过了 带领会员 我们的讯息就是纪律性的操作 但是有些会员朋友的状况不一样 那我们会透过 LINE的部分 个别去做协助 比如说有些会员朋友 他是一些闲置的资金 会员朋友最关心的是 这些股票 他将来有没有机会 那有没有机会再回来 所以有些人是闲置资金 他愿意放 愿意等 那我们在LINE上面 会去做最终的 但是节目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是不会去讲的 所以这位会员朋友在4月中 也跟我讲到说 他化汉没有做出场 那我问他持有几张 目前空闲资金约多少 当时在4月17号 我告诉这位会员朋友提到什么 先保持不动 放一段时间会回来 那今天要跟投资朋友分享的 就是说一档股票 你遇到一些暴跌 或者是股灾的时候 那你要特别去检视一下 这些股票有没有机会 那当初我们会跟会员朋友讲说 化汉的部分 如果你还持有的话 可以坚持的原因 最主要是这四个 第一个 它是鸿海集团的股票 它不是很冷门的股票 第二个产业趋势 工业4.0这一块 它是有机会的 第三个化汉的股价 是在长线的低位阶 第四个 就是所谓的一个资金的控管 这一段暴跌过程当中 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用融资的 或者是你去做一些 股票期货 这样的一个商品 基本上你就是要 纪律性的停损 因为融资的部分 不可能撑得过这一波的暴跌 因为它从200多块钱 一路是几乎是跌到120块 是直接腰斩的 所以融资的部分 如果大概跌超过两成以上的话 基本上就容易被断头 所以跟大家强调 就是所谓的一个资金的控管 所以如果说你是用现股去买进 那一档股票如果有前景的话 这样的股票 它都有机会让你解套再赚钱 我想我的节目上 我都跟大家讲过 那我的节目长期以来 我都跟投资朋友做告知 看节目不要跟单 这个是2018年8月23号的节目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1477的巨洋 我们的节目就是跟大家谈一个 产业趋势跟大方向 那操作的部分 我就是对于会员去做负责 那看节目的观众 如果说你要跟单的 请你盈亏要致富 因为一档股票 我想你不会知道买卖点 那到底这档股票 你到底该做长该做短 其实你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就跟大家谈一个 产业面的大方向 但是国际局势是会变化的 所以你资金如何控管 那你要买多少 那你该报长还是该报短 我想这个是需要专人协助你的 去年9月份跟大家讲的4962普瑞 会员朋友马在537的证据 然后在12月份也跟大家讲普瑞 我们就是跟大家谈产业趋势股 他不会每天大涨 但是他的产业趋势是向上的 到现在的普瑞最高1020 在周五是呈现创新高的 从500块到现在1000块 投资朋友股价也是翻了一倍 但是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股灾 去年12月14号跟大家谈的 加者会员朋友布局的证据248.5 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 后面的加者是涨到433块钱 所以重点是一档股票 他有没有产业前景 所以今天节目特别的 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 你不要过度自信 也不要借钱买股票 即便是一个很好的股票 像加者也好 或者是像普瑞 或者是像化汉 这些公司 那如果说你是用融资去买股票的话 那投资朋友这个拉回 或者是下跌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纪律性去做停损的动作 除非你的资金控管 你是1000万的钱 你拿100万做融资 那如果下跌过程当中 你有钱去补这个融资 那我当然我觉得说你可以用融资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 是不太适合说借钱去买股票的 所以提醒观众 但是呢也要特别跟大家报告 有些产业的属性的个股 它是不能够长报的 它也不能够凹单 它不能够像化汉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2017年的6月份 跟大家谈到 当时我是跟大家讲到大雨之 你要非常小心 这些的产业类股 比如说像游戏 星耀股 或者是一些夕阳产业股 不太对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执行停损的动作 不能够像化汉这样说 你还可以稍微抱着它 一档股票到底能不能继续持有它 我想这个是需要人家协助你的 5月3号跟大家讲 后面还有创新高 跌破平台 节目上我们都有跟大家讲 到今年的5月底 我们还跟大家谈到 产业特性 游戏类股 你看大雨之它连续跌了多久 这样的股票基本上是回不太来 目前的一个收盘是连80块都不到 那我们是在200多块提醒大家的 包括在2017年12月12号 我们跟大家讲的举止 当时天堂M在12月11号的前一天要上市 但是一上市呢 股价就打到点停板 那当时节目上 我们是不是都是提醒观众 我们跟大家讲的东西 逻辑都是一致性的 不会跟大家变来变去 游戏类股的产品的生命周期 就是比较短 它是不太适合做长报的 所以这个股票就是属于投机性质的股票 所以投资跟投机 观众朋友你要非常的清楚 投机你就是做个短线交易而已 短线交易就是中纪律 不太对 你就该去做个停损的动作 好 那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那请踊跃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我有些帮助跟鼓励 最近的台北股市量能放大 当中的比重是持续性的拉高 筹码面也乱的非常快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 有个股的问题 你可以加入我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HNTEC 或者是你扫描这个标签 加入之后 请你务必要传送贴图 那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信用筹码有一律名单 最新的名单 我们也会在今天的LINE主页做更新 邀请你做加入 那看投顾节目该注意的事情 我都跟投资朋友做提醒 一个节目一定要先预告 预告看好什么产业 那拿出绩效的时候 也必须要拿出证据来 比如说像会员的抠讯 抠讯如何分辨真假 我都有教导你 抠讯一定要有会员的主别 要能够对时对价 同时要打上日期 那抠讯通数也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像这位老师 在9点19分可以发60几笔抠讯 在开盘20分钟 就收到60几笔抠讯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并不知道你该买哪档股票 我们节目上次都有跟大家预告 6月10号跟大家预告 下一波主流是车用电子 当时节目画面我跟大家报告 会员朋友有去布局 车用的股票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抠讯 打上会员的主别 包括像日期 那我们抠讯通数都是非常少的 那后面跟大家验证 车用的股票 这个抠讯 9点21分 高价主的买的股票 就是1536的核大 同时对时对价的证据 你可以看得到 我请会员朋友在102 这一下去做买性 当天收盘是101.5 有一整天的时间 可以去布局核大这场股票 后续还呈现创新高到113.5 那股价目前在做一个整理 那方向上我们仍然是看好的 如果持有核大投资朋友 邀请你也可以加入我们LINE 在今年的4月9号 我们跟大家预告 下一波的主流 5G 3D感测 miniOD跟宽能系半导体 当天节目直接跟大家报告 宽能系半导体的加金 加金当时股价在51块钱 后面的加金涨到78块4 我们也跟大家提醒 你不要看节目去买股票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看好的 我们待会有没有操作的 但是并不代表说投资票 我们再跟你做推荐了 再次跟大家做个提醒 智邦呢 我们在4月时要跟大家讲5G 智邦率先回补缺口 隔一周智邦向上跳空 往上大涨攻上涨停板 收盘是206 一直到了6月2号 这辆股票在228块这个地方 我们跟大家报告 他有出现假突破的疑虑 我建议投资朋友要去做出场的动作 后面的智邦是呈现整理 3D感测的一个6271的同心店 我们在4月28号跟大家做验证 那你可以看得到同心店的部分 在上周四是一度是创高到155这个价格 所以观众朋友这些股票跟大家验证 产业趋势股是比较有续航力的 miniOD的金店也是在4月9号预告之后 4月13号请会员朋友在30块这附近 去做个布局 金店涨到净值这附近 请你要去做注意 然后在上周四的节目 金店跟隆达要成立控股公司 跟大家提醒有些股票 在当天因为金店的停牌 市场上去追的这个miniOD相关的股票 比如说像台表科或者是像惠特 我们都有提醒你 我不建议你去追这些公司 你可以看得到在隔天周五的台表科的表现 盘中一度是有急拉 但是最后是收回到盘下 几乎是收最低点 如果你在周五去追这档股票 你容易受伤 那惠特是直接就开低的 那中错了3.86% 一度是跌超过5%以上 这些股票为什么在这里不适合追 因为适合买这个miniOD的时候 当时比较有利的时候是在4月份 但是现在股价都已经涨高了 放消息mini的时候 投资朋友反而是不适合去做一个追加动作 所以你一定要领先市场才能够赚到钱 包括像金店这个股票 6月18号停牌的消息 会员朋友其实有询问我 他持有的是不是该卖出的 那我给会员朋友的建议是什么 靠近净值41块附近再找出场点 所以在周五的金店最高是40.9 非常靠近净值 其实净值是40.6 但是41块钱就是个压力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员朋友有专属的line 可以去做个服务 所以投资朋友股票操作千万不要单打独斗 16号跟大家报告说下一波主流 我们认为是苹果的手机 当天节目跟大家讲到郁金光 会员朋友布局在507 那我建议他把支撑往上移 往上移之后这档股票呢 攻上涨停板不要预设立场 6月18号周四跟大家讲到 郁金光这两天的震荡 但是他支撑没有破 没有破在周五的郁金光又再度呈现创新高了 6月16号跟大家讲的一个节目预告的画面 我们跟大家讲会员朋友有布局 苹果的一个相关的股票嘛 然后18号周四节目跟大家验证 会员朋友布局的股票分别是 3376新日新以及6269的台讯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先预告 后面跟大家验证 而且我们拿出扣讯跟对时对价 新日新会员朋友布局在140的一个证据 然后新日新后面的呈现上涨 包括像台讯的部分 113.5都还有去做加码的动作 台讯在周四收盘是118 在周五是持续性的上涨 收盘是收在相对高点120块钱 那这些股票有我们的规划 所以如果说你持有的都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5月23号周报节目当时告诉你宏基跟华硕 宏基的股价当时是16块1 会员朋友布局的成本大概在16.2 16.35这附近 后期涨到17块多 那大股本的公司 当然它的涨幅一定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样的公司投资朋友 你是可以买比较多张的 因为它是有价有量的公司 同一天跟大家讲的华硕 我们是在204.5告诉投资朋友 周线记住面也是呈现破底翻 6月7号周报节目跟大家做追踪 这张股票收盘是219 然后在上上周的台北股市重挫 这个拉回我们是跟大家讲 它是个机会 在18号的华硕收盘已经是235块钱 在周五的华硕最高来到240块钱 那收盘是236.5 我们从204.5跟投资朋友讲 到最高240 你如果有去布局的话 一张是赚超过3万5的 而且这些公司都是龙头型的股票 能跟大家分析龙头型跟大型股 这个才是真正选股的实例 那最后也跟投资朋友谈到 这个筹码面的部分 目前的一个前十大跟前五大交易人 期货的部位 它其实是流进空单的 那目前大概在15000口附近 所以这行情我们跟大家报告 我们看的是一个区间的盘整 资金的部分 你要去做一些控制 那如果你没有一个依据 跟方向去做操作的话 那我邀请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上我们团队 你可以先加入我们赖 先解决手边个股的问题 包括你要去布局股票 我们在6月17号周三的运通节目 有跟大家做预告 会员朋友布局新车用 而且都是破底番的 相关的一个技术面的股票 前面的话 它也都是经过破底番之后 呈现大涨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进场去买股票 你今天要找第一位街 技术面有利的 那包括产业面有利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研究能力 那我邀请你 可以直接跟上我们的布局 行情稳定的话 都会持续性的去做个布局的动作 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在看影片下方的点选箭头 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表单 帮我正确填写 送出资料 来体验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持股解析 我们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 请你把资料正确做填写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 02-8101-0630 02-8101-0630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